你 你到底需要多久啊 只是简单地处理 减少排疑反应 不需要多久 二十分钟 好 尽快吧 那我进去准备了 很乖很乖 我就可以彻底摆脱束缚了 我去催一下李教授 李教授 你还要多久 李教授 你还要多久 李教授 李教授 快开门 你在里面干什么 李教授 李教授 不见了 女儿 安妃 不对 不该是这样的 老板 老板 那个老家伙的老婆 我的事 和女儿还在我手里 她不会被伴我的 怎 怎么会呢 老板 不关我的事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老板 我去杀了你 真的不关我的事 我去杀了你女儿 我去杀了你女儿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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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啊 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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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来了 快走 田净植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带我回家呀 带我回家 田净植 带我回家呀 带你回家 对 带我来 薛妖怪 你这 你这超能力不扛冷啊 对 对 带你回家 离开这个冷的地方 你就能醒过来了 我 你 薛妖怪 我真的 没有力气了 我困了 小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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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睡 小植 小植 干得漂亮 天气炙燃 那么就这样定吧 由薛先生从空中见识 一定能把薛薛救出来 我会尽力的 这准事 对 我会尽力的 薛先生 可以 我自己去 我必须要和薛门 这个是 真的 这个是 我不会 你勸他自首 如果不回复 也没损失 我就是这么考虑他 还有 我还想拜托你件事 老师之所以变成这样 主要还是因为家人的关系 他现在跟洪世光在一起 应该不是自愿的 我怀疑 他在美国的家人受到了危险 我明白你的意思 把李教授家人的地址告诉我 我来想办法 妈 求求你 你跟我说实话吧 昨天晚上 洪世光打电话跟我说 让我拿小植去换你 我当时就在小植喝的水里 放了药 再后来 小植就被人当中了 玄玄 不是我害了小植 这个怎么办 你好 薛先生 如果你还想让田小姐活着的话 就一个人过来 那现在怎么办 她是冲我来的 我会把小植救回来 薛灵乔 薛灵乔 你不要冲动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你好好想一想 洪世光为什么之前 没有卢走小植来对付你 在暴露之前 他有更多的机会 而且他早就知道 你和小植的感情很深 他现在已经暴露了身份 所以才铁而走险 出此下策 不对 他现在卢走小植 一定是因为教授 帮他研制出了 对付你的办法 不然他不敢招惹你的 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帮忙 我已经申请美国警方的支援 去保护李教授的家人了 我也给教授发了电子邮件 我相信他是被迫的 我要证实 我们的猜测是对的 说服他配合我们 而且 我替你答应了他一件事 我答应他 我答应他 如果他悬崖勒马的话 你会用你的血 救他女儿 他什么时候能回复你 我还在等 我等不了 否则小植会有危险 我跟你一起去 这段恩怨 我想自己了解的 如果收到回复 就发等信告诉你 老板 电话接听一下 好了 夜审 我已经逃出来了 我没有出 move 灵强的红脊锐 她现在在冷酷 还可以复活 夜审 阿妮 就拜托给你了 走 行动 大家注意 可能有名案 找下尸体 快 射到 是找这个吗 你没死吧 找这个是吗 来吧 快去捡一下 快去捡一下 哥 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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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 来 来 我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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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去 给我去 给我 你想杀我吗 那你就杀了我 如果你不杀了我 无论多少次 我都会想办法杀死你 是吗 是吗 可惜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不过你可以看着自己的血 一点一点地流干 好啊 来啊 杀我呀 现在我是洪世光 如果你杀了我 你就没办法在你那个小明星身边了 你不是很喜欢他吗 还是 你先把他 变成跟你一样的怪物 薛灵桥 你看看你又多虚伪 你看看你有多虚伪 来啊 杀了我 摆遣了一百多年的命 我也迟了 做个了解吧 杀了我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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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阿之人举起屠刀时 一把明晓晓的审判之刀 也悬在了他的头顶 来饱如此 我的百年之载 何尝不贵